今天和大家去一個隱世的公園 就是這個信浩山花園 信浩山這個地方已經被列為法定固跡 怎樣去這個隱世的公園呢 就是這個尖東的K出口 向右手邊走 限大約三分鐘 就到達這個信浩山的入口 其實真的是一個隱世的地方 在這個鬧市中我們會有一個這樣的公園 還有有這個法定的固跡 這裡就是那個信浩山入口 其實這個信浩山是很小的 慢慢走 大概15分鐘就走到這個公園 如果你晚上來就可以欣賞這個 日落的景色 要提提大家 現在 信浩山花園的開放時間 就是每天的上午 7點至晚上的11點 如果大家想上那個 信浩塔 它的開放時間 每天有兩段時間 早上是9點到11點 下午是4點到6點 這個信浩山 這個信浩山 又被人叫做黑頭閣 或者大包米 以前是香港天文台 向維多利亞港的船隻 是布市的地點 其實由這個公園的入口 走到這個山頂 只需要4分鐘 而這個信浩塔 共有三層 高度大概是18.9米 建築風格是用古典 巴洛克色彩的 外牆是用這個紅磚砌成的 是屬於愛德華風格的建築 而這個信浩塔 是香港現時 為數不多 而且向公眾 開放參觀的法定估值之一 所以大家 一定要去逛逛 沿著這個 信浩塔 是一條很窄的螺旋樓梯 上這個塔 可以欣賞這個遺景的 景色 而這個 旋轉樓梯 也是一個熱門打卡的地點 以及拍照的地點 但記住 剛才我說的開放時間 每天 上午和下午 分別開放兩小時 給大家拍照 我們之前 不行人 拍照 我們 稍為 有一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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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